在美国的其中选举除了民选官员 这次选票上也列出了七项提案 包括了堕胎拳 体育博彩 肾脏透析诊所 以及调味烟草等问题征求选民的意见 根据最新公布的结果 七项提案当中有三项获得超过半数的同意票 这七项投票提案包含堕胎拳 体育博彩 再现博彩 艺术音乐教育拨款 投析诊所新规 妇人税和禁售调味烟草 一号提案提出修改加州宪法 以保障堕胎的权利和避孕的权利 这项提案截至发稿获得了65%的支持 预计将得到加州选民的批准 26号提案 体育博彩提案要求实体育博彩合法化 允许印第安部落经营赌场进行体育博彩 更允许选民使用电话进行体育博彩下注 截至发稿 车向提案的反对票占比70% 预期将无法获得选民的批准 27号提案 授权部落和游戏公司 在加州提供移动和在线体育博彩 反对者称 27号提案是由州外的赌博公司资助的欺诈性计划 90%的利润将最终流向外州的公司 从选民的投票结果也可见 目前的反对比率超过了83% 28号提案为艺术和音乐教育提供更多的拨款 截至发稿获得了62%的支持 29号提案要求肾脏投析诊所在接收患者时 治疗必须有医生和护士助理在场 这已经是该提案第三次出现在选票上 不过根据目前70%的反对比率 这项提案可能再次夭折 30号提案富人税要求对富人加税 并将获得的税款用于野火防治和资助民众购买电动车等绿能范畴 目前有59%的选民反对 最后31号提案提议禁售调味烟草 让选民决定禁售调味烟草的法律时开始生效 还是予以推翻 目前获得了62%的支持生效选票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翻唱和听 tenth年